新一代iPhone终于来了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拿到了iPhone 14、14 Pro和14 Pro Max 准备好好去分析一下它们的性能表现 去年苹果发布的A15处理器可以说是相当成功 性能强无敌的同时 优秀的能效比也帮助iPhone彻底摆脱了续航不够好的帽子 13 Pro Max几乎成为了一整年的手机续航领头羊 苹果自己似乎也对A15这颗芯片喜爱有佳 除了首发的iPhone 13系列和iPad mini 6以外 今年年初A15还用在了新的iPhone SE上 这还没完 这次推出的iPhone 14这个标准版 用的居然还是A15 虽然说14比实在还是好些 它是Pro上的5GPU满血版 但是作为新款iPhone 没用上新款的A16还是有点可惜的 今年的A16似乎成为了iPhone 14 Pro系列的专属配置 上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我记得好像还是十年前的iPhone 5C吧 虽然说处理器搭配上是有一些争议 但在今年iPhone的发布会上似乎也有那么一个小惊喜 就是专门强调了散热 这个还是我印象里苹果第一次聊到iPhone的散热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在这两件事上 第一个是要好好分析一下A16的表现 另一个就是看看iPhone 14系列是不是真的改善了散热 我们就先来聊聊A16好了 先看它的大核 这次的A16处理器大核最高锐频大概3.46G核 略微地低于M2一点点 而在Geekbench 5里面它也跑出了略微低于M2的单核成绩 同时这颗大核的跑分也比A15略高 虽然这次的大核换了代号 A16的大核现在叫Averest了 珠目狼马蜂 但综合频率与跑分来看 这颗新大核从同频性能上来说似乎和上代并没有什么变远化 8.1%的频率提升也带来了8.1%的性能进步 这个感觉上来说 直轮同频性能是完全没惊喜的 不过你也别着急 苹果在发布会上专门提了大核的功耗降低了20% 这个听着很环保啊 但是A16的工艺只是从台积电的5nm小升级到了4nm 它真的能够降低这么多功耗吗? 为此我们也专门测了一下单核的功耗 好消息是 A16的大核功耗的确比A15更低了 单核负载4.96W的功耗比起13Pro Max的5.38W低了一些 可能因为我们测的是主板功耗吧 这个肯定是没有20%那么多的降幅 但是如果你要单独去算出大核 确实不好说 性能变强的同时功耗也的确降低了 我也测了一些省电模式 它也是类似的结果 大核也是相比A15 功耗率为降低 性能则稍微有所提升 这个感觉A16的大核有点似曾相识 IPC几乎没有提升 但是频率也提高了 功耗也稍微下降了 这个不就是英特尔的6代Skylake到7代Kaby Lake的进化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苹果为了让这颗核心跑更高频率 做出的优化 为了确认A16架构到底有没有变化 我们也跑了一下ROB test 发现它的ROB和上代一模一样 可以说A15和A16的大核在架构上的区别真的很小 而A16的大核基本上就是在借助制程优势和一些其他微调降低功耗 降低功耗才是主要目的 那我们看完单核再看多核 在峰值性能上 A16的进化幅度还挺大的 在散热背夹下 Geekbench甚至可以跑到5600分以上了 14.5%的多核提升幅度也要大于8.1%的单核提升 这样看来 小核应该也超频了 不过多核的功耗我们在首发阶段还测不了 因为iPhone在超过10W之后 就没办法通过电流器准确测出功耗了 我们必须得等到发售之后 另买这期拆机 到时候我们会用假电池测出准确的多核功耗 你看我们这么能折腾 给个一键三连不过分吧 虽然峰值型能测不了 但是省电模式我们还是可以测一下的 结果测完我们发现 A16省电模式的多核功耗 反而比A15上升了0.13W 考虑到它的大核功耗还有所下降 这就意味着小核在提升性能的同时 功耗也变高了 那我们要不就专门来研究一下小核 虽然小核部分的性能我们确实没办法单独测出来 但我们可以借助iPhone省电模式 它限制大核定频的调度策略 来看看小核能够带来多少的性能增益 大概也就能够清楚小核的性能情况了 我们在省电模式下 用3Workers的Geekbench 5 Pro成绩 剪去2Workers下的成绩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小核带来的性能增益 那我们发现 A16的小核带来了588分的性能增益 这个比起A15的537分 提升了大概10% 那苹果这个小核 真的是以每年10%的性能进化幅度进化着 再加上LPDDR5内存的加入 它能有这样的多核提升 我也就不觉得意外了 但是我怎么觉得A16的这个升级 不像是给手机升级的思路呢 大核IPC不变 但可以用更低功耗跑高频 小核继续拉高性能 但是功耗也小幅上升 这个感觉更像是给更大型的电脑处理器做的准备 考虑到A16的架构实有89会沿用在M3上 那我猜测苹果或许是把处理器的研发重心转移到了M系列处理器上 核心设计优先去满足Mac系列的需求 而A系列则继续作为一个实验田 用来实验新的架构改善和偏商设计 那如果你从这个方向去想 这次A16的设计思路就说得通了 诶 看完A16的CPU部分 我们再来看看GPU部分 苹果这次一反常态在发布会上丝毫没有提及 A16的GPU核心进步 只说了显存带宽提升了50% 诶 那不就是换了LPDDR5带来的吗? 难道A16和A15的GPU是一样的吗? 还真就一样 在GFX奔驰当中 A16跑出了和A15几乎一致的成绩 并且我们无论怎么降温 我们无论跑多少次 A16这颗GPU都没有提升 看来A16的GPU部分 真的是连牙膏都不带挤的了 这个应该是历史上A系列处理器 第一次GPU性能完全没有提升 甚至在省电模式下 A16的GPU比起A15性能还下降了 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 好在GPU功耗方面 A16凭借着制程的改进和芯片本身的优化 比起A15还是降低了一些功耗的 但如此小的升级幅度 肯定不是我希望在A16上看到的 内存提升到了LPDDR5 6400 GPU的可用带宽还是有不小的提升的 这个也会体现在一些Benchmark里 比如像Geekbench 5里的Compute通用计算测试 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吃内存带宽的测试项目 A16比起A15在这里就有了将近15%的提升幅度 但我觉得一般的游戏里可能还是会更接近GFX Bench的情况 至于网传的那个安兔兔跑分嘛 反正我也不明白是怎么跑出来的 虽然提升不大 但我们还是很好奇 这个A16在玩游戏的时候 是不是能跟A15拉开一些差距呢? 更让我好奇的是 这台长得一键如故的标准版iPhone 14 到底堆了多少散热呢? 苹果说他们重新做了整台机器的散热系统 这个还让我挺期待的 毕竟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iPhone的处理器都很不错 但是散热却是拖后腿的 这次iPhone 14改善散热 究竟有没有用呢? 干脆我们就直接拿出发热大户 原神测一测就知道了 原神更新到3.0虚迷版本之后 似乎压力比以前大了很多 你别说手机会卡了 连PS5都能卡成狗 我真的不知道米哈游到底施了什么魔法 也为了与时俱进 我们这次也更新了测试流程 有请新朋友虚迷城跑图 我们拿夜蓝的在虚迷城中走劫串向 一路从东北跑至西南 再跑回来 循环半个小时 这个测试相当恐怖 以前离岳港 iPhone 13 Pro Max的A15开省电模式就能轻松60帧 现在可就不行了 虚迷城你还开省电模式啊? 这个帧数你直接就记了好吗? 一代版本一代记 咱们也就以后别谈什么征服原神了 还是乖乖等着被原神征服吧 真不愧是次世代跑分软件啊 开始测试之前 我们先数个猫 不管是13系列还是14系列 所有参测的iPhone 原神分辨率都是一样的 高精度740p 低精度589p 由于iPhone这个低精度的分辨率比安卓的中精度都高了 所以中画质测试 iPhone我们会降低到低精度来跑 不过这次测试跟以往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新版本里面 iPhone已经不像原来那样 同一档位的画质比安卓高出很多了 虽然iPhone有些LOD设定还是跟安卓不太一样 有些地方你能看出来 iPhone画质依然更好 但除此之外 iPhone和安卓的同档画质差别已经比较小了 我们测试用的中和高级两档预设 撇开分辨率 两边的画质还是可比的 这次我们也会以如上的画质来测试 好了 我们先来尝个开胃菜啊 看看iPhone14这个旧屏装旧旧的A15机型 相比上一代 玩游戏到底有没有改进吧 好 先是25度室温 300尼特屏幕亮度 WiFi环境下 高画质的标准虚密测试 那这个帧数来看 iPhone14显然比iPhone13 Pro坚持的更久一些 降频来得更晚 看看这个CPU占用率 iPhone13 Pro在5分钟左右就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这个说明CPU降频了 而iPhone14在8分钟左右才迎来第一次降频 这个就说明散热能力的确有了明显的进步 测试10分钟之后 iPhone13 Pro已经很难稳定到60帧了 但iPhone14在16分半左右才真正掉下60帧 甚至在挣扎了几分钟之后 21分钟之后它又跑回到了稳定60帧 整个半小时的游戏流畅度 比起iPhone13 Pro是全程保持领先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玩了20分钟之后 两台机器的平均整机功耗 iPhone14比起iPhone13 Pro 平均功耗大概高了0.3W 可以说iPhone14更好的机身散热 的确带来了更好的性能释放 但问题来了 A16的表现会更好吗? 我们也跑了一下iPhone14 Pro 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搭载A16的iPhone14 Pro 比起搭载满些A15的iPhone14并没有任何优势 虽然比起上一代的13 Pro 确实还是略强的 但我觉得这更多是散热上的优势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iPhone14 Pro相较于iPhone14不仅在帧数上没讨到便宜 功耗也高出了0.4W左右 看来A16的CPU在原神这种负载加的能耗比甚至是倒挂的 在能够承载更大功耗的iPhone14 Pro Max上 A16的帧数表现倒也有所提升 但也只是跟A15 55开的水平 对这个表现我实在是很失望 毕竟安卓阵营这边也出现了像骁龙8 Plus这样的选手 在K50 Ultra上 我们也跑出了和iPhone14 Pro接近的帧数表现 虽然说功耗上A16比起高通阵营还是有着一定优势的 但安卓阵营年底也会引来更新 这个差距也有可能成为近几年来最小的一次 不过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 iPhone不是还有个省电模式吗? 我们一直都说这个省电模式就是游戏模式 那A16的省电模式能再次带来惊喜吗? 很遗憾 这次的省电模式并没有再次封神 因为虚米这个场景不光是CPU 它对GPU也产生了一定的要求 根据前面的测试 这次A16的省电模式下GPU甚至比A15的省电模式还要弱一些 性能拖了点后腿 没法挽足虚米的需求了 帧数比起A15的iPhone14低了不少 但A16的iPhone14 Pro在省电模式下的功耗也明显比iPhone14来的低 看来呢 这次iPhone14 Pro上的A16省电模式真的就只是省电模式 省电但会牺牲性能 我们还测了一下机身温度 这几台iPhone玩原神的机身表面温度都在45度附近 这个其实不意外 因为我们当时在做能效曲线视频的时候就发现 iOS系统里有借助机身表面温度传感器设立温度墙 所以iPhone的散热能力基本上就是看 机身表面的45度时有多少热能被导出来 我们看热成像图很容易看得出来 iPhone14热的区域要比13 Pro明显大出一块 热量也分布的更均匀 机身内部肯定是做了一些均热处理的 到底是贴了石墨贴还是用了均热板呢 这个就要等到正式发售以后拆解零售机来找到答案了 3.0版本的iPhone已经很难说增幅高画质了 那增幅中画质行不行呢? 中画质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不管是哪一台A15或者A16的机器 开中画质都可以全程基本跑稳60帧 所以唯一的问题就只有功耗了 但很遗憾 在这个测试里面 A16的两部机型功耗仍然要高过A15一些 这个时候GPU的负载是降低了的 它们的差距基本就是CPU能耗比带来的 看来在原神的CPU负载下 A15依然是目前的能耗比之王 最后你们也别忘了 还有一个魔鬼测试在等着在座的各位手机呢 来我们祭出30度室温 300尼特亮度 5G网络下的虚弥称魔鬼测试 不知道改善了散热的iPhone14系列会不会在这个测试里带给我们惊喜呢? 答案是会! 之前iPhone最怕的就是这个魔鬼测试 13 Pro Max 从测试一开始就跑不到60帧 14系列的几款机型则可以都在前5-6分钟内跑到60帧的帧数 这个表现和现在做足了散热的安卓旗舰机相比也没落下风 这个还是我熟悉的那个iPhone吗? 而且在这项测试里 A16的两款Pro机型反而是最强的 不管是14 Pro还是Pro Max 在降频之后20-30分钟这一段 它们甚至比上代的13 Pro和13 Pro Max平均高了10帧以上 这代iPhone散热这方面终于算是占起来了 而且这也说明这一代不管是普通iPhone14还是iPhone14 Pro系列 散热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 从原先的结果来看 A16的游戏性能还是让我有点失望的 现在我反而是对搭载A15的iPhone14更感兴趣了 毕竟它的散热比起13 Pro有了不小的进步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做更多深度测试 来看看它们的理论散热能力有怎样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看3DMark Wildlife Extreme的循环压力测试 在室温25度这项20分钟的测试里 iPhone14跑出了77%的稳定度 而iPhone13 Pro则只跑出了65.5% 很显然iPhone14的散热能力比起13 Pro是明显更强的 甚至机身更大的13 Pro Max也只跑出了71.2%的成绩 也就是说14的GPU持续性能轻松干掉了13 Pro Max 我们再深一步 定量的来看一下14系列的散热能力到底提升了多少 也正好看看14 Pro的散热能力是否也有所改进 为此我们也拿这4台6.1寸的iPhone 分别跑了8分钟的音拍烤机 看看在25度室温下把屏幕亮度开到最低 最后一分钟持续状态下大家能跑到多少瓦的功耗 既然大家都是机身45度 那这个功耗就可以直接反映模具的散热能力 我们直接来看结果吧 好啊 14系的两款机型散热能力都有所提升 14 Pro和14几乎都可以压到4.5W左右 比起上代的两款机型进步了0.5W左右 看来苹果这次宣传的散热改进并不只是针对14普通版的 那Pro版也一样改进散热了 这真的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那苹果都开始改进散热了 不过早干嘛去了 不过这个倒是让我有点期待iPhone 14 Plus的表现了 毕竟这么大的机身再增强一下散热 搞不好比Pro还强呢 这个不就是iPhone 8 Plus的精神续作吗 之后我们也会买台14 Plus来亲自测试一下 看看是否它真的给力 除了原神之外 我们也测了负载比较低的王者荣耀高画质60帧 那这次A16的表现又如何呢? 在王者荣耀里 这次我们所有参测的手机都可以轻松跑到高画质60帧 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种中负载游戏状态下的功耗 在这里A16的表现比起原神稍微好了一些 功耗基本上和上一代的A15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 但也只是和A15差不多 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惊喜 当然对手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依然是续航 去年A15的解态机型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续航表现 A16在日常使用状态下的能耗比表现究竟如何呢? 这个就只有续航测试能告诉我们答案了 这次的续航测试 我们进一步优化了测试流程 引入了和笔记本续航测试思路相同的一小时测试循环 一轮的测试循环包括10分钟的微信打字聊天 5分钟的微信语音 5分钟的微信视频 刷10分钟的IT之家 刷10分钟抖音 再加上看10分钟的B站视频 最后还要玩10分钟中画质的60帧原神 跑完一个小时循环完一轮就再跑一轮循环 一直这样循环到没电 我们全程开启5G关闭WiFi 屏幕亮度控制300尼特 从充满测试到自动关机为止 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符合日常使用条件的续航测试流程了 我们首先测试了4台6.1寸的iPhone 这里面搭载A16的iPhone 14 Pro获得了最长的续航时间 6小时58分的成绩 比起上代的iPhone 13 Pro有了不小的进步 一方面当然14 Pro的电池容量更大了 另一方面看来A16在日常较低部材下的能耗比还是有进步的 这个和之前M2的表现很像 而两台A15 60Hz屏幕的标准版机型 续航相差就很小了 基本上就是它们之间电池容量的差距 相比6.1寸机型 两台6.7寸大哥13 Pro Max和14 Pro Max的续航表现显然要更强 搭载了A16的iPhone 14 Pro Max也成为了目前续航时间最长的iPhone 不出意外也会成为未来一年内手机续航的标杆 虽然14 Pro Max的电池容量甚至还稍微少了一点点 但看起来A16的低频能耗比还是有所进步的 不过续航测试里还有一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几台小尺寸的iPhone只比大哥Pro Max短了一小时左右 那看来A15和A16的能耗比在续航方面真的是帮了大忙 没想到A16居然在原神中能耗比没超过A15 看来虽然大核的能耗比有所提升 但小核超频还是带来了没法忽视的问题 好在日常负载下A16的能耗比依然是有所进步的 iPhone 14 Pro Max的续航也会在接下来的一年继续充当领头羊 总的来说我觉得A16的表现真的是不及我的预期的 毕竟对于苹果来说 只要进步幅度不大 那就是在退步 去年买了iPhone 13系列的同学们今年也可以完全放心了 你们的手机依然很强 另外这次的iPhone 14 Pro系列终于加入了AOD显示 当然它和安卓阵营的AOD其实略微有些不一样 iPhone 14 Pro的AOD更像一个低刷新率的锁屏界面 包括通知、小组件、壁纸都会显示在AOD的界面上 和安卓比较精简的AOD界面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也测量了AOD所带来的额外功耗 iPhone 14 Pro开截AOD之后会增加大概0.12W的平均功耗 而与其对应的三星S22会增加0.11W 考虑到AOD界面的复杂程度 我认为这个功耗表现是很不错的 其实视频做到这里结论已经很明显了 今年iPhone 14 Pro的进化更多是在于机子本身而不是芯片 灵动岛不管你喜不喜欢 反正都是iPhone的UI逻辑近几年来最大的改变 AOD的加入也终于让iPhone跟上了Apple Watch的步伐 影像系统方面从7年前的iPhone 6s换上1200万像素项头开始 这也是苹果第一回再提升CMOS的像素 它直接提升到了4800万像素 散热上的升级也是iPhone上的第一次 天呐你想想iPhone都居然开始做散热了 这个其实对接下来的iPhone来讲是个挺重要的事情 所以iPhone 14 Pro应该在很大意义上会成为接下来5年iPhone的基础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节目别忘了长安点赞键来个素质三连 然后喜欢我们节目里面这次出现的鼠标店啊 还有包括我身上这件衣服的同学都可以去我们的淘宝店 极客观的店来看看我们的商品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